奥沙利文的实力有多强 这才刚开赶 眼瞅这颗红球稍稍露头 史蒂文斯就忍不住 咯噔一下 中代太上皇 这名号并非虚名 直接完美叫黑 然后左喵喵右看看 轻轻把黑球推进底带后 再次瞄准红球堆 左侧最下方红球 如同刀尖上跳舞般 他又收下一套红黑球 然后谨慎小心地 让裁判帮忙清理干净黑球 因为他要搞大事了 是黑配红 可求运似乎不咋低哦 那就继续再补一刀 连续的两次K杆 让台面瞬间明朗了许多 但奥沙利文还是不够满意 利用这底带黑球 继续再给他来个 通透无比的穿刺 镜头再次给到场下的对手 史蒂文斯直接傻眼了 但从眼神中 你或许能读懂他的无奈 遇到这样蛮不讲理的奥沙利文 从自己开赶出错的那一刻起 这输球的命运 早已不在自己掌控了 说句实话 这样的球形 若奥沙利文愿意的话 他甚至还可以去冲 一冲一四七 复位了的粉球 反而让局面 没刚才打扮明朗了 火老师 这是要给自己加点难度啊 当然这点难度 也确实不能给他造就太多问题 继续围绕黑球 他又连下两套红黑球 然后才控制白球 找篮球再过渡一下 又连吃两套红篮球 他轻松迎来了自己的超分红球 接下来就三下五除二顶 一颗接一颗 清理干净粉球周边三红球 76 这吃黑黑红的灵力走位 却造成了红球的double kiss 运气不够 那就转住走 炸裂收下这顶带红球 利用中带篮球 一根完美根底较红 他瞬间点燃现场狂热 无比的氛围与热情 只是 他的球运真心不咋低 最后 这红球不尽 全场忍不住 又是一声叹息 但这点瑕疵 并未能影响到奥沙利文 获得晋级16强的愉快心情 中国 伤 Peters 未经许